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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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的展示不仅是有达和群创在技术领域上的突破 更是医疗科技与工业自动化的完美结合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创新技术为医疗行业带来的更多惊喜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关于太空探索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专案局DARPA资助的Inquarm机器人 即将助力建立未来的月球基地 现在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个令人振奋的太空计划 在这的令人兴奋的计划中 日本初创公司GITAI的可操纵机器人成为DARPA选中的其中一款 用于月球基础设施开发研究 GITAI致力于使太空中的任务更加安全和经济实惠 他们的Inquarm机器人是这一目标的关键 DARPA宣布了为期十年的月球建筑LUNA-10能力研究 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联合科学界的力量 创建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 以支持未来的太空探索 GITAI成为LUNA富士计划中的一家公司 他们的Inquarm机器人将成为这项挑战的一部分 这款机器人的模组化设计使其能够轻松集成到其他技术中 与DARPA的LUNA富士愿景相符 GITAI的创新技术将用于太空和月球探索的综合技术基础设施 有望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DARPA战略技术办公室主任Phil Root博士在10月份的月球表面创新联盟 SIC会议上宣布了入选的公司名单 其中GITAI被列为其中之一 他表示这些公司将经过成功的合同谈判后正式参与LUNA富士研究 GITAI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首Naginous表示公司感到荣幸和激动被选中 并表示这是开拓月球基础设施的新时代 他指出公司的模组化机器人技术将成为塑造我们对月球的想象力的催化剂 根据DARPA的声明 陆选的公司将有资格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资助 以实现Incrum技术的进步 预计这些公司将在2024年4月的LSIC会依上向科学界报告其进展情况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关于亚洲制造业的最新动态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11月份的制造业活动 以及各国面临的挑战 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 亚洲11月制造业活动仍旧呈现低迷 整体上显示了外需艰困的景象 在全球需求疲弱的影响下 台湾、日本和南韩继续受到冲击 景气不振 东南亚多国陷入经济萎缩 中国大陆则呈现好坏参半的讯号 经济学家表示 亚洲制造业短期内难有起色 除了亚洲 欧元区的制造业活动在11月虽然有小幅改善 但仍然深陷萎缩 和宝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拉卢比亚指出 欧元区11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 值为44.2 虽略高于初值 但仍然低于向真景气融枯现的50 前世制造业持续面临挑战 而在亚洲日本的制造业同样面临困境 10月份日本自分银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最终值为48.3 略高于初估 但低于前1月 连续第6个月低于景气融枯现 新订单和产出指数都呈现下滑趋势 显示制造业面临一定的压力 绕回来看台湾 10月份表普全球制造业PMI略升至48.3 最为3月来最高水准 但仍处于萎缩领域 南韩在同月达到50的制造业PMI 结束了去年7月以来的萎缩态势 显示制造商营运出现回稳的迹象 原位分析指出这些正面的发展可能掩盖了潜在的疲弱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带给您一条关于太空科技的最新消息 在这个充满创新的领域 一项名为ILONCH Trailblazer的计划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 增才制造如何在太空自由曲面光学技术中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太空中的增才制造阵变得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在改进卫星零件方面 众所周知 卫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天气预报到互联网通信甚至是GPS定位 都离不开这些高空漂浮的科技奇迹 据统计截至2023年12月 全球总共有9039颗卫星在地球周围运行 因此提升卫星技术成为 推动整个领域发展的一个核心方向 最新消息显示 南澳大利亚大学 DPG Innovation和SM2正在通过 ILONCH Trailblazer计划携手合作 致力于开发一种称为 自由曲面光学的新型光学制造工艺 并运用增才制造技术 自由曲面光学的独特质 处在于它不受形状和形状对称性的限制 而借助增才制造技术 我们能够制造复杂形状的光学器件 这不仅拥有比传统制造更大的视野 还能应对严苛的太空环境 ILONCH Trailblazer执行董事 Darren Levitt指出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 利用增才制造技术 研究小型卫星自由光学组件的可行性 进了加速澳大利亚在太空创新方面的发展 这项创举的关键之处在于 结合了不同的技术和工艺 将增才制造与传统的表面处理 真空度模和成型相结合 以创造出太空中特殊需要的自由曲面镜 Saint Craig M.G.Len和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 Saint Craig表示 这项合作将重新定义增才制造 和自由曲面光学的可能性 为未来太空探索带来变革性的影响 他们的共同努力旨在使 南澳大利亚成为尖端增值制造的代名词 塑造太空任务的新未来 那最后一则新闻 让我们将带给您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 工研院今天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 被异议的技术突破 这将对台湾的大众与输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关于电动大客车智慧充电的新系统 工研院联手中心巴士 并和国际级新动智能等产官员代表 共同展示了国内首创的电动大客车智慧充电服务系统 这个系统实现了全自动化及全实弹充电 只需插上充电枪 就能摆脱繁琐的人力充电作业 业者的营运成本能够降低20% 电动车电池寿命也能延长20% 预估当公车全面电动化时 可为业者节省约10亿元 胡祖山副院长表示 这项创新是在追求永续发展的背景下 电动车成为主要运输转型的推广目标 公研院的电动车充电站营运管理系统技术 成功解决了客运业者的三大转型痛点 包括降低电力成本 减少人力操作需求和延长电池寿命 这不仅是对减碳目标的实质贡献 更是对整个产业的创新 陈彦博次长指出 推动运具电动化是实现 2050近零排放目标的关键 而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迈向此目标的重要一步 交通部结合产观学研资源 以系统整合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慧技术 提供客运业者全面的电动公车能源管理 智慧充电服务与营运管理方案 为智慧节能运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研院透露 这套智慧充电系统已在中兴巴士集团北市科站成功应用 未来讲过充至跨厂站 跨客运业者及跨系统的充电调度 以应对不同的电动车队需求 包括电动物流车和电动继承车等 加速达成近零碳排的目标 最后公研院表示将继续聚交市场新价值 以2035技术策略与蓝图为研发方向 在智慧生活应用领域发展电动车整车系统 关键零部件机智慧充电服务 这项智慧充电系统的推出 将为台湾的交通运输带来更智慧 节能、环保的未来 感谢各位听众收听TCMIC自媒体广播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制造业动态报道 让我们持续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 期待未来制造业能够迎来积极的转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的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